我时间,爱情,经历,我全都给她了 我坏了的就是她说的那句,别耽误她 这两个人的离合其实是相互扭曲的 这个男人也是极度偏开的 这两年我约了多少女人,上她的床 你好,学妹人,您有什么用意对我们说吗 你好,小子,我之前是给XXX助理的 就是负责她一些生活所示 但是其实她私底下是个非常渣的人 她生活非常混乱 就她每到一个地方,都会有一些女的 就和她纠缠不清 这些女孩是一些什么人 就那些威力女的 她之前有一次XXXXXX开戏的时候 他在片场就很亲密 然后晚上他们两个就直接回了他的住处 后来因为老公也知道了这个事情 就带着人到我们片场上 只要见到公司就打 因为他们夫妻两个人都是明星 我们整个剧组的人都知道这件事情了 还有人录了像 反正这个事情闹了挺大的 后来做了很多的公关 他把这个事情给压下去 后来公司批评了 我也以为他能通过这件事情能收敛 可是没想到他不再没收敛 他反而在微博上公开聊妹 你表面上看 他是个小线肉 背后里真的是个很恶心的人 之前还有一次为了见一个女网 女网红 他不去通告 最后我们赔了那边几十万的美月金 但反正去过的地方 就不知道从哪冒出来 很多的女粉丝就要 只要给他送号 他也都照单全书 真是个渣子 那在之前的电话沟通当中 你也说过了 并不需要钱来讲这个命 妈 我想问您究竟是图个什么呢 我和他在一起两年留两个月了 但是他从来没给过我什么免费 您所说的这个名分是指 我和他有一个孩子 已经快一岁了 可是他说走就走 现在正在过自己的生活 所以您说说明明是非得让我们 报告 这件事情 一般人会不理解 因为我之前听翔子说一句话 所以我就相信你 拿一句话 你以前说过说在感情里 对方说的什么话都是情话 但是跳出来看 什么话都是笑话 其实小铃家的年轻人 不管少了谁吧 一天还是24小时 还是1440个月 无论是少了谁 地球还一样在转 你还是要一天一天的过 别让自己太傻 谢谢你说说 谢谢 谢谢 刘老师 我其实挺不能理解这个女孩子 为什么愿意把自己的身体全部抽出来 为什么男的付出这么多呢 他可能这是理解的一种爱吧 他甚至愿意为了所谓的爱情 用别的女人去满足自己的男人 这段时间我确实是很能理解的 其实你看他在这种角色当中 其实不是扮演了女友的角色 因为我们来看性和爱情 其实是独享的 是专一的 而他的分享似乎就是把自己男友当成了一个自己的老板 或者是当成自己的孩子 两年龄两个月的时间 这个男人没有给出了女人一个名字 这个女人是怎么样 他才会在潜意识里告诉自己 这样也是OK的 爱情是会让人思维意识变得狭窄的 自己把自己的这个爱情包装得很好 只要爱情在 一切阻碍都可以打破 其实我们常说一句话 叫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 一定有一个全力支持他的女人 其实这种支持 我觉得应该是在合理的三年之内 而并不是无条件的支持 其实这个男人也觉得我的行为是正常的 你看我身边这个女人 跟我有孩子这个女人 他都依然支持我的 他把自己好像就是高高 居在一个九五十堂皇帝的那种地位一样 所有的人都要为我的欲望所满足 所以我觉得这是个极度变态的人格 才能展现出这样的行为方式 如果一开始一段恋情 那你被你自己的激情状态所迷惑的话 但是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情感之后 你完全可以看出 这个人究竟适不适合你 假如你做的判断不适合你的话 你依然还会沉溺在这个感情当中 我觉得这个人的人格一定是存在着巨大问题的 只有自我救赎才是给自己重生的机会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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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